岛屿如何抓住千禧一带的消费机遇,正在成为各大奢侈品牌当下最急不可待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 面对潮流品牌与球鞋市场,日益蓬勃的市场份额与话题热度感温,谁不眼红? 同样,这些也是业绩逐于下花的奢侈品牌们捕获迁徙一带消费市场的拦路股之一,想要抓住年轻一带的消费风口首先,你得成为它们。 从LV签署Supreme实现历史性跨界合作,到LV正式聘用单红设计师VirtualApple为品牌男装创意总监,再到DLCOS,MMW,MUSH和联手里,就能看到奢侈巨头们的取心了。 快速融入这个当下最吃手可预热的消费群体,是奢侈大佬们眼下的重中之重,而这一切的开始则都是业绩连续下滑,消费老龄化,逐渐失去在年轻人中的话语权等问题所导致的。 Burberry的年轻化已经开始并准备高歌猛进,13月份Burberry宣布Ricardo Tissi成为品牌首席创意总监后,外界对于这个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老牌奢侈品,便充满了无限期待。 昨晚,Burberry便正式公布了全新品牌logo以及monogram图案,而这次的品牌全新logo是由英国平年设计师Peter Savio参与设计创作。 这是Ricardo Tissi接手Burberry后的首次大革新,无疑后续还会有更多大动作在等着和我们见面。 Ricardo Tissi的首个系列,也将在9月份正式亮相,更多要更包容。 2016年Burberry后天荒的首次启用飞银级明星来自中国的吴亦凡,担任品牌全球形象代言人, 而这一年Burberry的全年营收下跌1%到24亿英镑和37.8亿美元,同比营业额下跌1%,在华业绩更是一跌再跌。 2017年底Burberry在度与这位中国当红小生展开深度合作推出Chris Wu X Burberry限定合作系列这一举动不仅刺激了在华销售的敌尼, 开始的品牌在更多中,过年轻人当中普及开来去年6月份。 在高上Rachewski 2018春夏秀场正式公布了与Burberry的跨界合作系列,当时Burberry便占据了整个时尚潮流圈的头条,成为各大社交媒体的年轻人口,中热议的话题之一。 显然,和这位当下最火热的俄罗斯时尚品牌,的合作是Burberry是探高阶时尚的第一步策略,如今在看这一步所收获的反响绝对让人欣喜。 定价策略依然不便虽然一边在吉利使用各种策略来逃跑,拉拢亲戚一代们但Burberry还未在大的定价方针上改变过注意上月下旬, Burberry发布了一条关于Burberry烧毁,大量库存的新闻报道,一时间在社交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该报道称Burberry在2018年一共烧掉了价值2860万英镑,约合2.56亿元人民币的未售出商品,包括手袋、菜式等一个制品,以及时装、香水、美妆产品等。 过去五年,Burberry销毁的商品总价值超过9000万英镑,约合6.14亿元人民币,宁愿商毁,也不愿胆折促销处理大量库存,足以堪除Burberry对于维护品牌形象的不惜成本的决心。 2016残念品牌约共销毁的商品,共计1880万英镑,约合1.66亿元人民币,不到今年的期成。 从这一数据也可以看出Burberry自2016年以来在全球市场的业绩下滑速度和当量, 让Giventry走上巅峰的他能否再次挽救Burberry,提起Ricardo Tissi,就不得不提到,他对于老东家Giventry所做的巨大贡献, 曾几何时在RT手下的Giventry成为了个大的rapper出席活动,演唱会的B位品牌, 曾几何时RT手下的Giventry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身份象征, 曾几何时RT手下的Giventry是涉潮代购圈子里的最强手品牌, 虽然这些都已是过眼云烟,但Ricardo Tissi对于年轻人消费口味的了解程度和他的人脉资源是你无法忽视的。 Ricardo Tissi和Mikey的联手打造的合作系列,也已经成为潮流圈的热门话题每每发生也必是, 供不应求如今Ricardo Tissi手下的Burberry变革正在进行,并且已经开始高歌猛进, 让我们怀着对RT能否在,到下一个Giventry的期待来尽管Burberry接下来的一系列变革, 更多精彩市场复古信息,请关注一下公众号。